接下来请收看中佳新闻 您好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吴俊松 因应国内疫情再度升温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已经将第三剂疫苗接种间隔时间 从五个月缩短到三个月 因此基隆市长林又昌宣布 基隆市从1月12号到1月16号 在市立体育馆开设大型接种站 提供市民免预约随到随打的服务 由于近日国内出现 Omicron本土确诊病例 同时桃源机场群居疫情 已经进入社区传染 在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第三剂追加剂疫苗 间隔时间缩短为三个月后 基隆市长林又昌 除了请医疗院所 加开门诊扩大接种服务外 更宣布 基隆市从1月12号起 到1月16号 在市立体育馆将 恢复开设大型接种站 符合接种资格的民众免预约 谁到谁打 希望是为了能够让市民 能够竞速追加第三剂的一个接种 并且也希望能够再进一步提升 第一剂跟第二剂的一个接种率 我们除了已经请合约医院 还有诊所来加开相关的一个 服务的一个诊次 那扩大服务能量之外 那我们也规划从1月12日起到16日子 每天早上的8点半到11点 以及下午的1点半到4点半 我们在我们基隆市的市立体育馆 开设大型的一个接种站 来提供所有基隆市民 免预约谁到谁打的一个服务 那当然这是主要针对我们基隆市民 的部分 那因为现在已经开放全民施打 所以即便是居住在外县市 户籍在外县市的这些民众 其实也同样可以到我们的大型接种站 来接受这个疫苗的第三剂的接种 另外根据统计 基隆市65岁以上符合施打 第三剂疫苗资格的长者 有46068人 基隆市政府已经规划 从1月17号起将分两阶段 集中造册施打 那第一阶段我们是针对68岁以上 含原住民58岁以上的这个民众 符合资格的有35005名的长者 第一阶段是预计在1月17号到22日 来进行造册集中施打 那另外第二阶段是针对65岁以上到67岁的长者 以及包含55岁到57岁的原住民的长者 这部分总计有11,063人 这个阶段呢 第二阶段是规划在1月23号到1月25号 同样的也是进行造册的集中施打 那由于这部分是要特别来服务长者 那我们为了整个的一个施行的规划 能够单纯而且顺畅 第三剂的集中施打 我们原则上是施打莫德纳的半剂 那如果你想要去指定去打 其他的一个厂牌的疫苗的话 那就是到这个医疗院所去个别施打 六昌强调1月13号将公布各区集中施打站地点 及个理分配时间 呼吁符合资格的长者 按照规划前往施打第三剂疫苗 以提升保护力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农历新年快到了 民众陆陆续续开始准备年菜 这两年受疫情影响 民众减少外出用餐机会 反倒是让鱼货的销售量成长不少 像是白昌象征吉祥异议 每逢过年民众询问度相当高 目前市价一斤大约750元到900元左右 接近过年更可能上涨到千元以上 因此基隆区渔会推出促销活动 还有礼盒让民众挑选 篮子里摆放各种丰富的鱼产 有青鱼 黄鱼 卵丝 白昌 每只都相当饱满 五花八门让人目不暇忌 门市员工忙着装箱准备出货 受到疫情影响 载配量成长三成 让员工忙翻了 疫情关系有成长比较多 因为它这样子比较方便 也不用人跟人接触 还没到过年 借用区渔会门市就出现来挑鱼货的人潮 因为价格透明 食材又新鲜 让不少婆婆妈妈专门而来 农历新年脚步越来越近 民众开始准备年货 每年白昌的价格都让民众很难下手 今年受到捕获量及运费影响 白昌价格持续看涨 进口这些食材一三品的话 大概多多少都有涨价 尤其白昌现在这两个礼拜 那涨价蛮高的 大概都一成多 将近两成左右 我想应该也是疫情的关系 所以而且气候可能也不是很好 所以捕获量不是很高 为了提升买气 这种区域会也推出了海鲜礼盒 让民众省下荷包 自用送礼两箱仪 现在我们已经订了将近一千盒出去 我们每年大概销售的额数 大概四五千盒左右 我们现在订了差不多一千出头了 今天的礼盒 一样是过年送礼自用两箱仪 而且除了礼盒以外 我们平常 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都方便 大家不喜欢群聚 因为市场买卖 人比较多一点 不喜欢群聚 所以现在平常的鱼产品 就相当方便 买了以后回去就马上可以处理 马上可以吃了 随着近来疫情升温 业者宅配订单势必增加 想捡便宜的鱼货 又不想群聚 这次过年 不妨走趟海鲜路线 来一顿不一样的年夜饭 记者黄绍明 基隆报导 位在七堵区马南里大城街 16号住户前面 紧邻马林坑西的边坡 这一年多来 疑似滑动情况加剧 危及四户住户的安全 民众担心万一地震 或是台风来袭 恐怕造成房屋滑动倾倒 因此向基隆市议员张耿辉 陈琴 拜托议员办理会堪 寻求改善的方法 住户们拿着球 从住宅前放下 就会沿着倾斜区加速滚到边坡旁边 住家前的阶梯裂缝也超过一公分 可见地面滑动和倾斜的严重性 这是位在七堵区马南里大城街 12 14 16及18号 四户住户前面 紧邻马林坑西的边坡滑动的情况 这一年多来情况加剧 危及住户的安全 民众担心万一地震或是台风来袭 恐怕造成房屋滑动倾倒 你们住这边会不会感到担心 当然会啊 对啊 很担心突然放下去怎么办 对啊 所以就 对啊 越来越来越来 这种情况大概有多久 就是 这一两年吧 这两年很严重啊 对啊 越来越严重 这个房子都一直分开了 对啊 所以当然住的也是 怕怕的啦 突然假如突然水来了 就会放下去了 对啊 所以现在也很怕这种地震突然的发生 对啊 像前几天那个地震突然那么大 也是怕啊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来坐一坐 让我们比较安心 不要等事情发生 还要来坐啊 因此像基隆市议员张耿辉成勤 张耿辉特地邀及马南里长 以及市政府公务处 河川水利科长 河七堵区公所等相关单位人员 一起会堪寻求改善的方法 我想我们市府 不管是市政府还是区公所 该有的责任应该来协助我们市民 因为这个牵扯到我们市民的 身家财产问题 所以说今天特别请我们核酸客 请邀请相关单位到达现场 我想不管是区公所也好 市政府也好 这个一定要积极来处理 尤其越到黄信旗的时候 我看这边都要越容易啊 造成我们灾害的扩散 为了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 我希望市政府 七堵区公所相关单位 把这屋庞大人应该立即来处理 看我们不管哪个机关要来做都可以 但是尽快的处理 这个真的很危险 会危害以后 那个房子如果垮下去 台风天 那个雨下很大的雨 可能房子会垮下去 所以不管什么单位 请他们尽快的来处理 由于这里属于未登陆 四名以下巷道 因此会康后 将请七堵区公所主政 评估如何进行边坡的安全监测 和补墙工作 我这边会写请 这个我们七堵区公所 依照本市的全程划分 针对整条道路的这个设施的管理 跟维护还有后面巡查 然后续来做一个接办 并且以确保这个周边住户的通行的安全 市议员张耿辉则是希望 让七堵区公所以及市政府 能够尽快联手找出改善的方法 维护住户的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快过年了 许多小偷 伺机而动 基隆市六堵一家夹娃娃机店 3号凌晨被一名窃贼 用电锯破坏对比机 偷走整合零钱 损失大约3万元上下 而且偷到一半 窃贼还看得镜头一眼 半张脸全露了出来 警方也已经锁定嫌犯侦办当中 男子走进夹娃机店 找到目标之后 随手把电锯朝对比机上锁头 直接锯开 还不时冒出火花 每两三下对比机就被打开 男子拿出了一盒硬币 还不小心撒了一地 事情发生在3日凌晨3点半 基隆六堵一家夹娃机店 小偷破坏了锁头 手忙脚乱直接离开 就连地上的钱币都没捡 随后把对比机外壳关上就走了 店家老板好无奈赶紧报警 因为对比机的零件跟钱一起被偷走 损失大约两三万 算一算 招窃店家周边 至少有四间夹娃娃机店 还有一间自住洗衣店 嫌犯看准这里投币机多 事机下手行窃 本分局百福派出所日前接获民众报案 辖内一间娃娃机店内机台 遭不明人士破坏后 驱走机台内零钱 本所立即展开茶器 经调阅间器画面 已锁定一名涉案男子 后续巡线锁定可疑人车 积极侦办中 年关将近 夹娃机店成了下手目标 店局也拿来当偷窃的工具 生意越来越不好做 店家希望小偷赶紧落网 不要再有其他人受害 记者黄绍铭这种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21海洋教育推手奖颁奖典礼在国家图书馆登场 总共表扬四类21个奖项 其中海洋大学在致辞时指出 今年海运业替台湾赚进了5000亿元外汇 可以说是护国的第二座神山 透过海洋教育推手在海洋各领域中 促进各界对海洋议题的了解关注和行动 受到疫情的冲击 全国各个产业出现了变化 其中在海洋运输方面成长最为显著 那我们现在的海洋产业 第一个我们的航轮 我们去年应该是5000亿 是第二座的护国神山 第二个我们离岸风电 是亚洲的第一名 我们未来离岸风电 可以取代20%的核能 第三我们的海洋能 特别是黑潮还有波浪能 这个也是世界非常好的海洋资源 我们取到这些海洋能 也可以取代大概10%到20%的核能 那再来我们的养殖 还有海底资源都相当丰沛 那我们的海洋环境 与景观也相当特殊 美丽我们有山有海 在这一块台湾确实是一个海洋国家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教育 与向海致敬为核心目标 来让高国中桥以下 来认识海洋 接近海洋 腾起海洋 让我们的高端教育 来利用海洋 散用海洋 推展海洋科技 更多的海洋的冒险探索 我们来继续推动 从教育着手 未来产业发展才能兴盛 教育部自96年公布海洋教育政策白皮书后 持续推动五年为一期的海洋教育执行计划 借由海洋教育的议题 融入不同学习的领域 结合各界的资源 展现推动海洋教育的多元性及可能性 在2021年海洋教育推手奖颁奖典礼中 教育部长潘文中 亲自颁发所有的奖项 肯定海洋教育推手们的卓越贡献 促进各界对海洋议题的了解 关注与行动 个人学校还有地方正职 那么在秉持过去这样的一个基础上 那在今年我们21组的团体个人 都有非常非常具体的这些事机 可以来跟大家讲来参考 海洋教育的推动是最能够有机会 在这方面能够孩子在资产当中来学习 也能够在这种体验的过程当中 去成为跟别人可以互相扶持跟互动 合作的团队伴 我想这部分是我们持续在推动 这样的一个政策来主要的目标 国立台湾海洋大学 承办的海洋教育推手奖颁奖典礼 在国家图书馆登场 四类21个奖项的故事中 看见各界在海洋领域上的付出 会场并设置成果展示区 呈现各界的推动历程 我们也希望透过国家图书馆的各种 阅读推广活动 各种文献资料 让民众对于海洋能够更加的了解 期盼未来社会各界能有更多 共同加入推手的行列 共同实践永续教育的影响能力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年年举办的海洋教育推手奖中 基隆在个人奖 团体奖 创新教学以及地方政府项目中 都报奖而归 其中基隆女中以珊瑚为出发 结合生物 化学 艺术 甚至文创产出 都深获评审青睐 希望让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 爱笑爱社区爱海洋的海洋领 树养公民 耶耶耶我们在这里热烈的讲座 来恭喜得奖者 从小小的一颗珊瑚 串联起各个领域老师 所设计出来的教案 见为之美遇见珊瑚海 让基隆女中在海洋教育推手奖中 融获课程教学团队奖 那我们这一次以遇见珊瑚海 以珊瑚的这个主题来当做一个 研究行动的一个课程核心 珊瑚的特性来开始 把科学跟艺术做一个结合 例如从珊瑚的科学绘图 还有珊瑚石的色票的一个 安排跟练习 透过这样的一个 珍视珊瑚的作品的过程当中 然后将珊瑚的保育的精神 融入在我们的创作里面 那所以孩子们学习了生物 还有数学 还有艺术的一个结合 那更创发了把那个珊瑚健康色卡 创发成为周边的商品 T-shirt的印制 希望将爱海的行动跟珊瑚的健康 这样的概念能够传输到更多人 可以了解 这是我们这一次的一个课程核心 那我们虽然没有一个成立 海洋的专班或是社团 但是女中呢 我们希望将跨离域的这样的一个结合 透过生物 数学 还有美术的一个教师团队的合作 将珊瑚的主题做深入的研究 希望大家 全年级 全校的孩子们都可以接受 海洋教育的这样的精神 跟美感的一个建立 而金融市政府多年推动海洋教育 绩效卓越 连年获奖 教育 同时还要感谢海大 海科馆 扬明海域 以及市府各局处的大力的协助 还有金融灯堂等展现光彩 我们持续推动海洋教育 要加深加广 对孩子的体验及学习 是我们莫忘初衷的坚持 不是看到希望才努力 而是努力才看到希望 金融海洋 精彩飞扬 高兴金融市政府得到 特优的县市 金融市政府呢 我们结合了跨局处的一个单位 包括海洋大学 海科馆 产发处 阳明艺术馆 以及和平岛公园等 相关的一些海洋资源 共同发展海洋课程以及活动 另外我们也办理 跨领域的课程开发 让这个相关的教材 试本教材 退广到全市去 让全市的学生 都能够对海洋 有 知海 青海 敬而爱海 我想透过这样子 金融市多年的努力 我们今年推出了三所学校 全数获奖 获得非常好的成绩 相信透过我们持续的努力 未来我们能够让金融市的海洋教育 更上一层楼 基隆 赞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SBL超级篮球赛6号到23号 遗失到桃园巨蛋开打 吸引不少球迷进场观赛 8号由高雄九泰科技 对上树敌台湾啤酒 双方拟来我往互不相让 九泰虽然在最后两分钟一度领先 但是仍然不敌台皮的猛烈攻势 中场是以79比83拱手成浪 而桃园近期爆发疫情的群聚事件 市政府也加研防疫措施 让球迷放心看比赛 向王一气灌篮将士气拉到最高点 SBL超级篮球赛6号到23号 将比赛移失到桃园巨蛋举行 高雄九泰科技8号对上宿敌 台湾啤酒一开始就展现高昂气势 球迷也奋力呐喊要取得胜利 拉拉队也在中场休息来个热力奔放的舞蹈 炒热球赛气氛 面对强敌高雄九泰科技使用各种坚实防守与进攻战术 希望为球队再添一场胜机 因为上一次因为他们篮下那只摩尔真的是太高了 然后可能他我们跟他们打练习赛他可能状况没有到这么好 所以我们有特别对他回去做修正 对啊就是防守的一些布阵 我们就是努力把每一天的 就是教练下打的战术做好 然后全力拼进每一场球这样 对 额一样平常心嘛 就像教练讲的我们就做好准备 然后用积极的态度 然后有信心的出手 然后遵守教练就是给了指令 我觉得上次就是上一场就是我们自己的命中率不好 所以我们这场就是要再调整 然后换了一个新的场地 然后我们也来这边训练了 我觉得是蛮有信心的 上次对台比是输球嘛 所以其实这个礼拜都有针对他们来做训练 上次其实我们第一节是单洋将 那这次其实我们第一节是把两个洋将同时上场 第一个还是从防守做起吧 因为上次其实也被他们的getaway得了不少分 然后再加上防守篮板也没有保护得这么好 所以我现在这一次第一节才会把两个洋将同时摆上场 只不过台湾啤酒的阵容也不是省油的灯 一开始就将笔数拉开 韭泰科技穷追猛打 小黑曾博裕还一连追分 最后两分钟一度领先 但胜利女神的目光却投向台湾啤酒 中场韭泰科技是以79比83拱手将胜利攘出 然而桃园近日疫情升温市府体育局6号起也加研防疫措施 各场次各球员及裁判需提供当日快塞证明 上场球员可以不用戴口罩 其余一律全程佩戴 而现场也采间隔座位 让观赛环境更有保障 让这些球迷到现场的话 就是做开来 这样子的话对防疫的话会更有帮助 那这一点的话 另外的话还有说针对球迷进场的时候 我们也是加强做一些 包括这些酒精的擦拭 然后还有一些包括 包括这些量体温 那些我们都要确实的去做到 那另外的话包括这些球员 在上场之前的话 我们也有给他们做一些 这个家用的一些筛技 就本身这些球员的话 是没有问题的时候才能上场去比赛 等于算是脱掉口罩来比赛 热血球赛桃园开打 偏偏遇上疫情搅局 但并没有削减球迷热情 防疫规格加盐也希望民众配合 让比赛顺利进行 球迷也能安心到场加油观赛 记者吴永纯桃源报道 中佳新闻和轻松电台FM96.9联合播出 欢迎一起收听 感谢您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请不吴俊松电台FM96.9联合订阅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随着疫情升温 假消息满天飞 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APP 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讯息查证 加入LINE好友 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勾片 同样加入LINE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转贴到买勾片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转达给亲朋好友哦 记得收到疫情传言时 不转发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不仅会发钱 还可能触犯行责 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让我们一起对抗病毒正向防疫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